这三个大老黑为了改善市民的身体健康状况 于是这天他们和起火来 但凡在街上看到有人吃垃圾食品 他们就会立即采取强制措施 很快他们便发现了一个四眼仔正在前方吃薯条 老黑二话不说直接就是一脚 薯条瞬间被踢得满天飞 另外两个老黑也迅速冲了上去 小伙子直接被吓蒙逼了 对小伙子进行一番劝导后 三个老黑方才扬长而去 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 很快他们又发现了一个端折手条的花库男 花库男虽然长得也挺高大 然而面对三个来势汹汹的肌肉管 他属实也被吓得不轻 赵冠丽先是强制踢掉对方的薯条 然后再宣传他们的健康理念 花库男被说服后 三个老黑又惩罚他喝掉一瓶水 为了以身作则 三个老黑直接走进街建区 然而在这里 他们却看到了最忌讳的东西 一个死肥仔劲 胆敢在这里吃薯条 一身肥胖你竟然还敢吃这个玩意儿 对其进行一方教育后 三个老黑决定 惩罚对方做15个卧推 来吧 來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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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點簡單 我还能说什么呢 三个健康教父 真是绝了